本期节目 第一时间今日关注 今天是中秋出行高峰 铁路出行哪个方向最热门 提醒您进京前 别忘了下载北京健康宝 出行高峰预计会出现在9月19日 温古之心说中秋 嫦娥后裔吴刚的故事 大家都熟 可嫦娥到底跟谁是一对呢 今年月饼花样真多 国际大牌也来凑热闹 没成想 500块钱的大牌月饼 竟然是假冒的 看版画想意境 在沈阳卢美举办的国际版画展开幕了 160多件国内外展品 包您看花眼 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 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 一定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我们还是连线一下 等候在室外的迹象主播陈墨 为我们介绍一下 早上好陈墨 彭博你好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的全省天气情况 还是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其实今天咱们辽宁大部门地区 现在室外已经开始阴天了 而且中秋的小长假这三天 咱们辽宁大部门地区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 那受到江华气旋的影响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 我省将会出现强风雨天气 尤其是西部沿海和东南部地区的局部地区 会有大暴雨 最大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为20到50毫米 海区陆地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到11级 降雨的主要时段是明天的凌晨到白天 今天咱们辽宁部分地区就已经会开始下雨了 那今天白天预计在大连银口葫芦岛地区 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今天白天的各地降温不明显 最高温度将会在24度到26度之间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 但是明天的咱们辽宁大多数地区的最高温度 都会降到20度以下 而最低温度将会降到只有10度出头 所以说明天降温会非常的明显 而明天的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 都会经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 那今天夜间的明天白天 预计在大连鞍山锦州银口 复兴辽阳朝阳盘景 葫芦岛地区以及辽中西民 丹东市区东港凤城 会是小雨转暴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 其他地区是小雨转大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 那明天夜间的时候 预计在安山本西丹东 朝阳盘景地区有中雨 沈阳府顺锦州银口 复兴辽阳铁岛 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 大连是多云 那预计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大连葫芦岛会衰先 转为多云 而其他地区是以真雨的天气为主的 所以说这个假期 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 一定要提前地做好计划 带好雨具 另外明天尽量地就减少出行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沈阳的天气 今天沈阳的最高温度 将会是在 看一下 26度左右 那最低温度会是17度 今天沈阳是小雨的天气 明天大风会裹挟着风云一起到来 那预计明天 沈阳最高温度将会降到18度 最低温度将会只有16度 而后天沈阳会下真雨 最高温度也将会只有22度 那现在沈阳室外的PM2-5指数 是28微克每立方米 室外的温度是14度 空气质量凉 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这一时段的天气 要是敢往我国家灭我种族 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我在这儿 抗天的棋就在这儿 是抗战 小马远 我失还 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姐妹们 你们死也不打赴了 姐妹们 你们死也不打赴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昨天上午 勿望918壮中民警仪式 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 残力杯广场举行 辽宁卫视 北斗融媒进行了全方位的直播报道 我们还派出记者赶赴了 吉林黑龙江等地 记录在那里举行的各种活动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所在的位置是杨静宇烈士陵园 这里位于吉林省通话市的静宇山上 杨静宇烈士的遗孩就安葬在这 之所以选择这里 作为杨静宇烈士遗孩的安葬地 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 它在通话地区战斗了长达五年之久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工作人员也是特意的准备了 这样两排展板 上面全面的展示了 东北抗连的战斗历程 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前面这样的留言板 很多人选择在今天走进这里 纪念杨静宇烈士 并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留言 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会想起先辈们流血流泪 牺牲的这么一个场面 我认为作为当下的现代人 应该更多的去给社会传递正能量和爱惜 为社会做更好的服务 本台记者通话报道 坐落在哈尔滨市的清华日军第731部队 罪证陈列馆前的广场上 黑龙江省各界举行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918事变90周年主题宣讲会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座黑色倾斜的建筑 就是清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这个造型用坍塌的黑侠来象征着历史的印记不容抹去 918事变之后 日军第731部队就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上 秘密地开展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研制 那么这里展出的6300多件展品 也是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铁证 那么今天在这里有500多名共青团员和青年代表 正在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918事变90周年主题宣讲会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 有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黎敏的孙女陈臣 正在为大家讲述东北抗日联军顽强斗争的革命故事 同时还有馆内的红领金讲解员 为大家带来中华诵施朗诵表演 今天通过这场宣讲活动 更加点燃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 时刻警醒和鞭策自己 用实际行动来弘扬和传播爱国主义精神 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缅怀先烈 真爱来之不易的和平 今天的看见918回到抗战起始地 为您播发第五集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线 918事变的第二天 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印发宣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 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 在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 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助欲 另一位共产党员 戏剧家夏衍 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 逆尔主动要求为田汉写救的主题歌 义勇军进行曲 谱曲 这首《人民的战歌》 以那嘹亮雄壮 顽强向上的旋律 和富有巨大号召力的音调 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 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解放全中国 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些故事会随时间消逝 但历史会记住 有些历史会消失在时间长河里 但我们会记住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让仇恨延续 而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和平来之不易 今天小长假正式的开启了 三天假期您想去哪儿啊 乘火车出行要注意了 今天是假日出行的最高峰 沈阳铁路部门增开了 34列零食的列车 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记者从沈阳铁路部门了解到 中秋小长假旅客运输 从昨天已经开始 至9月21号结束 而今天将迎来假日出行最高峰 今年的中秋小长假 沈阳旅客出行线路 主要以省内客流为主 集中在大连 丹东 辽西等方向 集中点来看还是大连和丹东 再有楼西方向 再有一个热门方向 又是北京方向 这几个方向客头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采取什么方向 我们现在这个正开的零客 加开了34年 再有就是启用了6列的高峰线 这样是运能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的 加开的高峰线路涵盖了 丹东 大连 复新 朝阳 锦州 通辽等方向 另外 铁路部门提醒前往北京的旅客 进京前您需要在手机里下载北京健康宝 绿码可以正常进站乘车 红码和黄码则禁止乘车 铁路部门可以为您办理免费退票 铁路方面平稳的运行 我们来看一看公路出行的大数据 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 今年中秋假期 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 预计是3300万辆左右 和2019年的同期基本持平 可以说咱们的出行 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样子了 还有个事大家不要忽略了 中秋假期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如果您想要省钱的话 出行的路线可得好好地研究一下了 中秋假节走亲朋友是少不了的 不管去哪儿呢 安全我们要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在喝酒之后 千万别这头脑一热就开车上路了 最近公安部交管局 已经部署了各地集中开展 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 交警表示目前酒驾的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但还是难免有人抱着侥幸心理 以身释放 而大部分出现酒驾违法行为都在后半夜 针对这种情况 交警也是调整勤务 确保对酒驾的违法行为 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如果喝酒后开车上高速 那就更危险了 近日湖北荆州高速交警在户余高速沙市收费站 集中夜茶时拦下了一名驾驶人 据调查驾驶人在晚饭的时候喝了一些白酒 晚上荆州的朋友约他来玩 他就自己一人开车跑了60多公里赶来了 索性交警及时查处 避免了其他危害后果的发生 经检测 这名驾驶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57毫克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他将面临罚款2000元 驾驶证一次性计12分 并暂扣6个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温故知心说古论今 中秋节的传说故事 大家都知道嫦娥奔月 故事里说嫦娥是吃了丈夫后裔带回的长生不老药 然后奔月的 但是到了月亮上 又跟吴刚朝夕相对 那么问题来了 故事的前半截里嫦娥可是非单身 那这个嫦娥到底跟后裔吴刚 她跟谁才是一对呢 自古美女是非多 非闻缠身甩不脱 嫦娥到底跟谁是一对呢 是后裔还是吴刚 其实说来冤枉 这都是老祖宗编出来的故事 老祖宗编故事 龙共分四部 第一部主角隆重登场 嫦娥的记载 最先出现在龟藏里 龟藏是用来占卜的官方用书 商朝时 坤卦是第一卦 因此称为龟藏 到了周王常建立 将前卦作为首卦 就是后来的周易 这本书里最先提到了嫦娥吃了不死药 去了月宫 但书里可没有提过后裔这个人 后裔的故事呢 最先出现在先秦的另一部著作 《山海经》里 是设下九个太阳 拯救人类的大英雄 但在先秦时代 嫦娥和后裔根本不认识 编故事的第二部 嫦娥跟后裔被结婚 汉代有本书叫《淮南子》 这本书里第一次把嫦娥和后裔 说成了是夫妻 但是根据淮南子的说法 着陆月球的嫦娥可不是什么美女 而是一只蝉雏 但中秋的月亮那么美 月宫里的精灵不是个美少女 也实在说不过去 到了后来 蝉雏还是在月亮上 也还是月亮的代名词 但嫦娥就成了美丽的月宫仙子了 这么美丽的姑娘 一个人住在清冷的月宫 浪漫的古代诗人们表示不同意 他们写示说 嫦娥一个人 双居英寂末 倒要清明愁 于是有了炒飞文组CP的第三部 吴刚登场 唐代的小说《有阳杂族》里 有关于吴刚犯了错 被罚去月亮里罚术的最早记载 你看唐代吴刚才刚登场 这时距离嫦娥出场已经一千多年了 这俩人真是有关系 还是长姐弟脸 编故事的第四部 本来就被问白兔倒要秋复春 嫦娥姑息与谁林 这下好了 月亮里不是嫦娥一个人在战斗了 久而久之就传出了绯闻 李白的诗最适合中秋的夜 他说 金人不见古十月 金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金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 写如此 唯愿单歌对酒时 月光长照金尊岭 如果花生毛豆配不上杯中老雪 不如聊聊这段神仙的绯闻 下酒吧 有料的新闻 前两天 青岛的刘先生迎来了盼望四十年的故郊 话说在1981年的时候 刘先生夫妇还有湖北实验的杨建良夫妇 都在杭州度蜜月 两对小夫妻结伴而行 你看挺巧的 来吧 我给你拍个照片 真是没少照照片 说好了回去之后把照片写出来寄给对方 但是呢 那个年代没手机 没微信 你说多耽误事吧 地址弄丢了 所以这个承诺一直没兑现 一直就觉得 哎呀 快对杨先生夫妻 你这照片一直砸手里了 2015年 退休的刘先生 辗转终于把照片送到了对方手里 但是呢 这对老朋友 却阴差阳错 一直没见照片 最近杨先生夫妻啊 专程来到了青岛探望老朋友 时隔40年了 这两口的那两口的终于又相聚了 所以啊 东北话讲究了 这叫讲究人啊 都是因为这承诺 所以才重逢的 再来说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事啊 9月17号下午 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着陆了 出差三人组 平安返回地球 为了庆祝这航天英雄回家 中国航天文创准备了200份太空种子盲盒 干嘛呢 免费送 期待吧 盲盒里都有什么东西 我跟您说一下啊 牵牛花 孔雀草 南瓜 还有鼠葵 这四种太空种子 这四种种子啊 都曾搭载着载人航天飞行器 到太空溜达一圈 或许将来产生未可知的变化 所以这份航天文创 是不是特别有趣 特别值得期待呢 这种子都上过天 我估计你没上过 好 再来往下看啊 天津的程女士啊 也正在期待一个答案 她是做黄金珠宝生意的 8月28号啊 通过中国邮政EMS 向河南商丘市的宁陵县 邮寄了275.06克的黄金 总价值11万 但是8月30号 这快递到了商丘中转站之后 黄金没了 那我们查一下 这个快递到哪了 好不好 一查这个物流信息 显示说已经收获 那这黄金哪儿去了呢 现在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中国邮政方面一直说 正在找 但是没找着 如果要真丢了的话 我肯定赔你 但问题是 什么时候你才能确定 到底是丢还是没丢呢 我估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事件事件的最终结果 多说一句啊 如果你也有贵重物品的话 走着邮寄流程 得谨慎点啊 9月16号 两条一米来长的鳄鱼幼崽啊 被人非法放声到了 河北武安市口上水库 金娘湖 当地村民一发现 这个湖里边突然 蹦出这个鳄鱼来了 就是特别害怕 这鳄鱼哪来的呢 是一辆天津牌绕 黑色轿车投放的 所以大家就立即 向有关部门举报 金娘湖是当地著名的景区 目前呢 这个搜捕鳄鱼的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各位 放声可以啊 你不懂 别乱放声 非法放声更是不可取 这不是造福 说不好听 这可能是造孽啊 甚至是闯祸 好 接下来关注更多省内新闻 来看百秒辽宁 经过210天的全力施工 伴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的胶筑完成 大连缩鱼湾专业足球场项目 日前迎来了主体结构 全面封顶 这也创造了同类项目 建设速度的新记录 大连缩鱼湾专业球场 未来将成为亚洲杯赛场 大连新的地标 9月17号 中储粮盘景储备基地 首次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直播活动让广大网友 近距离走进北梁南运 在辽宁省的重要节点 9月17号至18号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恩戈来盘景考察 湿地保护 急助盘景央起科技创新情况 同时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与盘景市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签约 引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实施带土移植 引进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的具体实践 对促进盘景市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打造碳中和 及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具有重要意义 9月17号 中建五局开展了 中秋佳节情义农 慰问农民工活动 除了将月饼和生活用品等 慰问品发放到农民工的手中 还为农民工们带来了 一场爱国主题电影 观影结束后 项目部还开展了一场 安全防护疫情防控知识宣讲 确保节日期间的项目安全生产 前一段时间的东西裁员 还会要求双方举证 这两句话说的 基本都是套话 重点在下面这句 您听好了 他这么说的 国际仲裁法庭 在9月7号发布了 今年剩下几个月 关于体育诉讼的排期 但是没有英国 对兴奋剂这个案件 所以说 至少在今年年内 他不会给出什么确切的结果 没关系 流程你们慢慢走 我们就耐心的等 不管什么结果 不管你给不给补 反正在所有人心中 中国队是名副其实的拿奖牌 好 说完了体育 咱们再来消停会儿 我们来说一下静态的艺术之美 感受一下艺术创作 带给我们的震撼 昨天 印痕速间2021国际原创版画作品交流展 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开幕了 这次展览啊 160多件国内外艺术家作品 齐聚沈阳 那接下来咱们也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跟随记者的镜头 体会一下这些印痕中的意境之美 版画是伴随着印刷技术的革命而发生的 在中国 版画起始于唐代 从美轮美奂的雕工技艺 到后期的印制技术的革新 形成了蔚然壮观的社会传播性 在欧洲 版画则是以造型精美的手工制作技术 创造了让后人崇尚的艺术经典性 艺术家的作品 它也代表了他自己的一种创作时间 包括代表他自己对艺术的一种理解 这种艺术实践和理解 肯定会在他的教学中渗透出来的 因为只有通过交流 我们才能相互地促进 相互地取长不断 才能相互地共同发展 本次展出的160多件作品题材丰富 充分展现了中外版画的精巧与厚重 观众可以看到版画艺术家 在努力追求技术上完美的同时 试图以一种更当代的角度 来创造更多的艺术表达 通过这种方式呢 无论是教师艺术家们之间 还是同学们之间 以及我们向社会所展示的世界 这种版画发展的这种趋势 和现在的水平 我们鲁美承担着向社会 这个进到一个美学普及的责任来 第一时间张时空 陈琳报道 辅顺53岁的王女士经营一家饭店 最近两个店员请假 她一个人干起了三个人的活 因为过于劳累 结果让带众炮枕找上了门 血清学研究显示 95%以上的人群体内都有带状炮枕病毒 因为年龄增长 劳累着凉 精神紧张的因素 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时 病毒就会趁虚繁殖 带状炮枕是自愈性疾病 也就是不治疗 大多数患者两三周后皮针也会消退 但部分患者会遗留神经痛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带状炮枕后 会最少要一个月 但有的人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 有的人疼得就像刀割似的 有的人像电机似的 患者极为痛苦 年龄越高的人 带状炮枕后 神经痛的病发症出现的概率有更高 统计显示 普通人一生中患带状炮枕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三十 预防带状炮枕除了要避免着凉 劳累 精神紧张等诱发因素外 对于50岁以上 尤其是体质较弱 患者三高等基础疾病人群 可以接种带状炮枕疫苗 医生表示 带状炮枕如能及时治疗 可以缩短病程降低神经痛的程度 另外 带状炮枕和水痘是同一种病毒有发 对于没有来得及接种水痘疫苗的婴幼儿 应避免与带状炮枕患者接触 以免被传染 记者洪亮 李晶亮报道 9月16号 在与队友张博文夺得全运会十米弃手枪混合团体冠军后 李约奥运女子十米弃手枪冠军张梦雪直言 全国比赛太难打了 而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组合将染新旁围 说完了好吃的呢 再来看看好玩的啊 秋日的千山是苍松寒翠 流水潺潺 一派清朗高远的气象 最妙的就是 山边的白云飘渺变坏 让人流连忘返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咱们一起欣赏一下千山的美景 最后呢 再次提醒各位啊 明后天要下雨 不太适合出门 所以呢 有什么美景啊 好玩的 您先记在心里啊 咱们过两天 还一长假呢 您说是不是 好 我是方亮 第一时间 明天见 我念你 你 淡化了风景 剩一场 锦绣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